今天还能有拍到那个争议的顶流吗 很不幸的告诉你上次那个就是我拍的 然后拍完以后但是没有上 因为现场也是因为那次的这个事情吧 我觉得特别的不好 我觉得今天正好正好有朋友在说这件事 我也可以说一下 首先我要说那个顶流他的人非常非常的好 我其实为他特别的后悔 不是什么后悔 非常为为他特别的不是后悔 非常为他的可惜 就是他的本人非常好 然后他的所有的事情不是他所造成的 而是周边所造成的 但是因为这些事情都有点太过激了 引发的他非常的宝媒 因为他去年一年其实非常的辛苦 一直都在走通告啊走所有的事情 然后完成一个专业度最好的一个一个艺人 做了这么多 然后说到我们那次的拍摄 我们那次拍摄的东西也是非常好 但是也就不知道谁那么傻逼 这么现场拍到那些东西 然后给发出去了 然后就传到了外面 然后整个我们一天的工作白费 没有办法去登出来 最让我伤心的是 就那位顶流 他那天特别的专业 为了这件事情 他其实现场在拍的时候非常的敬业 而且我也不要说顶了 我就说肖战 肖战当天非常的敬业 我们拍了很多套衣服 而且做得非常好 拍完以后 然后杂志的主编过来亲自给他做专访 但你知道专访了三个多小时 你可想而知他有多少话想要说 然后在我们的那个单独的一个化妆间里边 关这门 然后去做那个专访 做了三个多小时 因为我实在不能等那么久 后来我就撤了 撤了以后他今天还跟我说 说他出来的时候已经看见月哥已经走了 然后还说想跟我说再见 谢谢我 我觉得就这么好的一个艺人 这么有礼貌的 我从来没有过就是遇到过这么有礼貌的 然后这么敬业的一个艺人 然后居然现在不是因为自己的关系的事情 然后反而要承担这些问题 这么这么这么好的一个人 我觉得他特别好 我真的我拍过很多年轻的人 年轻的这些 我 我觉得他是比我感觉最好的 就是在我们拍那个胡同的那天的时候 我 大家看到我发的那条窝在底下 在 在拍的时候 低猛都来了 低猛 低猛咱真的 咱好久不见了 有空咱要聚一下 低猛低猛低猛 怎么参加然后 一定怎么期待